每年到了线的这个季节,很多女生都会发出这样的感叹,怎么又没衣服穿,去年难道是裸奔过来的,都说现在是乱穿衣的季节,但是你看明星们日常出行的穿着依然是那么得体,今天小编就带大家一起来, 看一看明星们秋天的搭配,跟着她们做一个时尚的猪猪女孩,今天是卫衣的专场,仅仅一件卫衣可以有种搭配方式,想要成为时尚的猪猪女孩,卫衣搭配看这里,都说杨幂是带货女王,真是不假,随便的一张接拍图片看上去都十分扬眼,审穿中场款的卫衣,当然也可看作是卫衣裙了,下半身失踪让她看起来多了些性感,杨幂真的是喜欢卫衣的, 白色卫衣搭配鲍纹的小短裙也看起来非常有范儿,手随意揣在洞里,任谁看,这样的穿着都很青春很得体,西梦瑶最近因为成为为密中国地区大使又上了热搜,尽管网友对她的看法褒贬不羁,但是她自己仿佛一点也没有受到影响,不得不说,作为超模,她的身材真的不是一般的好, 身穿黑色卫衣,大方的露出了眉腿,真是又细又直,小编简直太羡慕了,再搭配一双长筒靴,尽管身上没有亮丽的颜色,但是看上去就是很自细,活力满满,同样作为超模的大表姐刘文,在近日出席活动,时也身穿长款的卫衣,但不同于以上的明星,大表姐穿的是粉粉的颜色, 而且下面还多了一些沙沙,看起来很鲜的感觉,把头发扎起来,穿衫小白鞋,整个就是一小可爱的模样,我们再来看看短款的可以怎样穿,我们都知道,那扎的身材非常棒,短款的黑色卫衣,半身裙,卫衣下摆全部放进短裙里,配上那扎清冷的表情,看起来酷酷的,小编又GAP一套酷酷女孩的装扮,迪丽热发身穿蓝色短款卫衣,白色短裙,搭配小白鞋, 加上这一脸的笑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